好,我們就來看一看題目吧 這在考 反射定律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他說有一個入射光 跟反射面夾20度 請問你反射角是幾度 好 入射光夾20度 所以呢,我們要做一個垂直 我們需要找到髮線 因為呢,入射角是 入射線跟髮線的夾角 所以我們要做髮線垂直 然後呢,根據數學與角的關係都知道 這叫70度 所以入射角是70度 然後根據反射定律 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所以呢,反射角也是70度 所以呢,我們答案就選擇是B 答案就選擇是B 好 好 這一個 一大堆 通常在解決這種題目的時候 除了用到入射角等於反射角之外 還會經常用到所謂的 三角形內角合等於180 三角形內角合會等於180度 然後呢,請問你那個sita角是什麼 那個sita角不叫做反射角 它就是反射線跟障礙面的夾角 可是計算過程中會需要用到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好 這是簡單的數學 外跨垂直啊 與角關係啊 三角形內角合180度啊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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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案就出來了 幾度 sita角是幾度 sita角是多少度 停車戰界問 sita角是幾度 zero tang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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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3 3 所以那邊要55度 這個路射角 第一個路射光路角55度 所以反射角也是55度 然後同於魚角的關係 魚角的關係 所以就知道那個是35度 然後三角形內角合180 所以就知道旁邊那個角度叫做20度 好 然後再做一次垂直 其實不用做 用猜一道答案 它有個S 再一個S 它因為必須要同魚的關係 所以那次它假如就是25度 所以我們就算出來是25度 這是練習3 下一個也是類似啦 只是感覺比較更麻煩一點而已 請問你 這是仿造建宗的有一點點考 好 模仿建宗某一點的考 這個角度多少 好 你應該可以從這個圖上面就看它怎麼射的 因為剛剛是說A射到B 射到C 射到豬 所以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個不射角等於反射角 碰到魚角的關係 碰到這個三角形內角合180度 把它處理掉 把它處理掉 OK 請問你 這個四大角無法追 這四大角是多少 男生 王儀 你選A 好 上面這個髮線X會等於S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下面這個髮線Y會等於Y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好 所以各個的入射角反射角 好 反而是XYXYXY 然後三角形內角合180度 所以算出來呢 S加Y就是65度 好 這邊呢 又是所謂的魚角關係 所以這邊是90減圓 這邊是90減圓 所以就是減圓 90減圓 然後還是要三角形內角合180度 所以加起來要180度 然後呢 底項消掉 現在就是可以加彎 它上菜是6級的 所以它還可以 對它6級的 對它6級的 剛剛你講過 這題是仿造劍中的推真 這題是仿造劍中的推真題做的 就這樣 其實就是還是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用一下所謂的三角形內角合180 用一下魚角的關係 魚角的關係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 考 反射定律的部分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弄清楚 誰叫入射角 誰叫反射角 然後 會用到 三角形內角合180度 就是我們所做的題目 可以嗎 OK嗎 OK